第一个留言是何真赏要蛋饼血池 OK 羊鸡他出了三题喔 羊鸡打者 红人投手跟马铃鱼投手 羊鸡打者他除了是Robinson Cano 再来是铁爷 也就是Mark Teixeira 最后是Hoje Posada 这三个人都是早餐店打现的成员之一 没有 Teixeira不算 Teixeira应该算是第二代的早餐店打现 对不对 那时候王建民也已经手坏掉了 没有啦 独冠那一年还是有很多人在看 09年 好 这三个人我已经选好了 先来请 先发打者放Robinson Cano 板凳放Teshira Posada 拜拜 原因 这三个人其实都还蛮会打的 以打击的成绩来讲 虽然Cano有持药 但是他其实他是 各位他是中线二雷手 算是二雷强打 二雷强打 所以我当然是要放他 那铁爷左右开弓 其实很强 很不错 圣牙打得超过400 这个OK 手套也是金手套等级 但是你说他跟中线二雷手比的话 我还是想翻看 OK 对 那 Posada 的话 就是能打 但是蹲补能力还好 所以拜拜 真的还好 对 你的答案呢 其实我这一题我没有去爬任何数据 我纯粹平衡 纯影像 我会可能会优先摆铁爷 铁爷放一个 他最强的时候 应该也算是联盟数一数二的打者 也是超过40中的大炮 那因为你写打者 我就先以打者来回答 没错 那第二名应该还是Canal吧 对啊 就是两个人 托沙达就 拜拜 那红人投手 他放了三个 Louis Castillo Johnny Cretel Hunter Green 好好好 给新人一点机会 他已经是新人了 你先讲 你先讲 我应该会先放Johnny Cretel 然后再来是Louis Castillo 最后是Hunter Green 那我的理由是 Johnny Cretel他全胜时期 算是联盟数一数二的投手 算他K工跟球速没有那么快 但整体的这个技术 我觉得是这三人中最好 哦 而且他在红人时期累积的 累积数据 应该是这三人最多的 那Louis Castillo 是我就是认真看红人之后 从新秀到交易调 算是对他最有感情的一个投手 所以才跟着去寄身水手 可以这么说 但我觉得啦 他在红人还是有明显的这个问题 他的控球真的时好时坏 对 所以我会把他摆在板凳 那Hunter Green他今年投的不错 真的不错 但他还需要证明自己 可以完整赛季都可以这么强 所以我会先把他卡掉 好 所以我自己 我答案呢 Hunter Green我一样丢 但是我先发会想要看Castillo OK 你会觉得他的球位比较好吗 他球位比较好 OK 而且你看他有点侧头 还可以投9899 好帅 他其实那个出手角度是一直在往下调的 对就是这样 对对对对 Johnny Cretel 其实我对他在红人时期很有印象 他毕竟当时也是 你说摇晃吗 他有很多种摇晃之手 好不好 虽然说Cortex也在学他 不是 Cortex另外一种还假出手 好没有 我是说就是Johnny Cretel的话就是 他在红人时期确实是红牌 嗯 那时候有他嘛 Homer Bailey 对 然后还有Matt Lettos 那我只是因为球位 我比较想要看速球派 而且Castillo 现在我觉得 他正在走到他的生涯的巅峰期 但我觉得他的巅峰出现在他被交易的那一年 以及在水手之后 水手之后 不过水手对本来就很会挑投手 必须这样承认吧 是哪错 而且红人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不利于投手的球场 哦 对 好OK那最后马铃鱼的投手 他给了三个球员 Sandy Alcantara Kevin Brown 跟Josh Beckett 前两 前后面两个都是已经比较久以前的大分手了 对啊 Kevin Brown是97年的夺冠班底 没错 然后Josh Beckett是03年夺冠 03 然后后来跑去红外拿过冠军 然后Alcantara没有夺冠过 但还有赛羊 他现在开刀 我先讲好了 你先讲 我觉得Alcantara是我觉得可以 长久成功的投球类型 OK 对所以我会先把他摆在先发 我Kevin Brown放板凳 然后Josh Beckett 摆在Cut Cut 那Kevin Brown之所以会摆在板凳 是因为他在巅峰了那几年 那个数据真的超漂亮 20升的大投手啊 对对对 而且防御率我记得有一年是E开头 所以他那时候真的很傻 对 给他 好 我答应全然像跟你一模一样 OK 那就没什么好讲了 那就没什么好讲了 好 我觉得这个出题其实还不错 有很多讨论空间 对对对 好那下一个又是何真 他这次的这个名称改称 亨利一声推 谢谢何真 那如果让两位主持人在牛棚先发打者都选一对来组成一对的话 要怎么选 括号本人先发马铃鱼牛棚羊鸡打者教士 但是如果他说的是对死的话 那其实 如果对死的话 但是对死的话 只挑就是只挑几个人组成一对 这很简单 这很简单吧 这个真的是 所以说你还补充说我猜强你要说这很好选啊 这真的蛮好选的 你真的很好选啊 对啊 你就算只挑一支球队 然后挑个25人 历史25人 这也算很好选啊 这也很好选啊 我们就挑什么羊鸡红袜就好了 还是我们 我们自己增加一些条件 好我们再条件 我们只选right now 好当下2024年喔 顶多到2023好不好 这两年 如果要选单一球队的话 打者我放勇士 OK 合理吧 去年那么恐怖 可以 投手的话我选今年的羊鸡 OK 你看再没有 各位没有Gary Cole的情况下 羊鸡先发投手的防御率这么漂亮 是没错 对 Clockstream虽然现在受伤 但是强 你们那个什么新人 Lewis Hill 超级强 防御率不到2 对 那牛棚的话呢 我必须说 我还是选羊鸡 你干脆整队羊鸡算了 没有啦 我会想要选羊鸡 是因为大家知道说就是羊鸡 去年不是 那个Gary Cole 跟他的快乐伙伴们吗 对 先发啦 但是投手的话 羊鸡这几年能够维持 异地不咬的状态 就是还可以撑得住的情况 是因为羊鸡的牛棚 洗了非常多人出来 对 我必须说我觉得 Blake进来羊鸡之后 真的魔改出很多 意外豪文的投手困 而且大家也知道说就是羊鸡 羊鸡从2017年那年跟太空人血战七场被他们ban掉那一年 开始我们就用牛棚海 蛮多牛棚海建军的嘛 所以我觉得牛棚的话 我选羊鸡 应该算也算蛮合理的 蛮合理的 好可以 好那换我来选 换你来选 打者 打野手的部分 我会选 稻奇 你光是那前三棒摆出来 现在还有四棒 现在还有Will Smith 对啊 Will Smith 然后其他还有一些 打的至少还不错 Max Moncy 什么的 对吧 好啦好啦 这个算过过过 应该说我觉得今年飞羊鸡就是到期 好好 OK 打者是这样 OK 那 投手的话先发 我选 废城人 欸 真的 这个有道理 今年Rangel Suarez 超强 超强 然后Zay Wheeler正常发布 艺术系网 Arenola也 今年也投得不错 防律就是三出头而已 对对对对 所以光是这三针摆出来 甚至他们的四号 Christopher Sanchez 目前防律2.83也很漂亮好不好 超强 对 目前费城的这个先发轮值 无可挑剔 只是他们牛棚很可以挑剔啊 是可以挑剔 但其实我觉得他们就是在操盘上 已经该做都做了 真的 而且他们打者群又很强 好 那如果今年的牛棚 我会选守护者 守护者的守护神 饶舌 守护者的守护神 classy 今年防律0.33啊各位 这根本打不到吧 太噁烂了 很噁心 很噁心 那其实他们也很会养 这个牛棚投手 确实 那其实有一些可能 大家不一定听过 但今年防律都很夸张 像是 Kate Smith 今年防律1.82 漂亮 Hunter Gaddis 今年防律1.71 然后 Tim Haring 1.14 怎么都是一开头啊 怎么都是一开头啊 太舒服了吧 这应该冠军了吧 哎 又开始舒服别人 每年你都这样子搞 我都会这样乱舒服别人 好爽 好 所以这是我目前今年的选择 好不好 好的 我觉得我都选的还不错 你选的不错 我只是有点私心的 选了两知两知 对对对对对 没事啦 私心可以理解 下一个留言小耀子 他说你好 我想问两位主持人 要选一个最强九人的名字 会是哪个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范围太大了 小耀子这个题目 我觉得这个问题太大 第一个事情是就是最强九人 你是说先发打者们呢 还是投手群呢 这个不知道 这个事情是因为大联盟历史太悠久了 所以就是小耀子 最强九人应该还是指野手吧 对啦 但是我就说 也许你也可以说五个先发四个牛捧 对不对 我是觉得说 小耀子这个题目范围有点大 如果可以的话 看要不要下一次你帮我限说一下 比如说 这二十年来最强的打者们 或是什么 你觉得今年最强的九个人之类的 那其实这一题呢 如果要凭印象 第一时间来回答 Rarigus Era Ira Dreyra Kera Kera的投手 不是啊 你光是这三人就可以把中线全部补齐耶 而且最难补的中线耶 对啊 补手 游几手 中外野手 难啊 对啊 那如果要我选的话 因为其实他说的是名字 那其实我有不确定就是 你到底是要指名还是姓 对 那如果同样的单字 他是名又是姓的话 这样可不可以 对啊 这个我有点不确定 那如果要我选的话 Robinson 我觉得可以 Robinson 这个不错很多人 OK Jacky Robinson 然后Robinson Cano Frank Robinson 对 Bruce Robinson 就是 人间牺牲器 对对对 三壘啊 外野啊 二壘 一壘 算是都可以填齐了 Jacky Robinson 能不能手游击啊 应该可以吧 好 好 whatever 还有一个Robinson Turinos 现役的支撑补手 对对对 也不是现役 他应该已经 退休了 好啊 颠峰时期也不错用啊 好不好 那这一题呢 就是OK 没有啦 因为我应该说 我觉得小二子出的这个题目 有点太大 如果可以的话 你下一次 帮我们缩减一下範围 我们再来看要怎么回答你 OK 我觉得我提了两个 蛮有潜力的好不好 有有有 好 我们再把 之后再把这个补齐 下一个 不是煮这样的小菜 不要这样啦 你不要在那边玩谐音梗好不好 好 上次三方汇聚太难了 这次出的简单点 Elle de la Cruz Pete Rose Dee Gordon 我突然想到 他说跟上次不一样 他们是单局的壮局 那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有点难猜耶 单局 这也不简单 不过这三个人 Dee Gordon速度很快 Dee La Cru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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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什么倒雷温啊 因为手背很难会有单局的记录 不太会了 打击也很难有单局的记录 你说单局满贯跑 单局两支满贯跑之类的吗 可能都Tatis Junior他爸爸 所以 我猜倒雷啦 我猜倒雷 会不会是倒雷 但倒雷 倒两次雷 倒两次雷 倒两次雷很普耶 就是一到二而已 还蛮普的 倒三次雷 那就是 从一雷一路倒雷都本雷 还是就是单局 就是打 打爆对方投手 然后上来 打两次还倒雷 这个 这有点太残忍了吧 这太残忍了吧 太暴力了吧 太粗暴了 好 我就简单猜到三次雷 我也猜到雷 好 答案 下一个来公布答案的小猜 他分两个人的回答 答案是 他们都在比赛同一局中 到二雷到三雷 然后到本雷 这样算有猜到吧 这样有吧 我们这样有回答到吗 好可以 好 下一位 下一个留言是 打笔修生养性 生养性 好 生养性 生养性 说到惊奇 必须提一下 Sale 这个我们上一集的主题 就是有惊奇 球员跟 球队的部分 好 他必须提到的Sale 应该是 Chris Hill吧 对 OK 虽然本来就知道他有这个实力 不过还是很开心 去到勇士 至少目前为止的表现 不仅很好以外 也没有一些有的没的的伤势 希望可以健康的投完赛季 我刚有藏了一下 他现在ERA Plus超过190 他现在很强 他现在是赛羊领跑者之一 他是勇士现在的实质王牌 对啊实质王牌 另外想问一下 今年大股专职DH的情况下 如果数据不是特别远超 MVP榜二三名的话 这样有办法夺下MVP吗 印象中好像没有纯DH拿下MVP过 以及老问题 若大股能健康打完赛季 并取得好表现 是不是放弃二刀流这个话题 会被拿出来 OK我们先回答 因为他基本上算是三个问题 啊哼 OK Chris Hill 这个的话 对 我之前也有做过影片 对 那他今年真的投得超好 真的很棒 就是那个 以前很杀了Chris Hill回来了 就刚到 红袜那时期的那种感觉 又回来了 回来了回来了 大师兄又回来了 没错 老梗 好那大股专职DH的情况下 DH拿MVP这件事情呢 确实如你所言 没有 对 像David Ortiz 没有 近二十年最知名的DH 没有拿过 没有拿过 然后或者是现在也很知名的DH 就比较常打DH 那个Yodan Aravis 对 他也没有拿过 没有拿过 那再来的话 Frank Thomas 虽然他在历史上的定位 大部分会把他摆在DH 但其实他拿下MVP2.8的时候 是一类手为主 哦 那这样就不能算他了 对 所以不能算他 所以的确 以近代来说 应该说这越早期越不可能 对 大家可能又会觉得说 DH没有手背啊 怎样怎样的 没有手套啊 又不会投球 对 对 那我觉得的确如你所言 如果他的打击成绩不是一支独秀 譬如说 如果当年Aaron Judge的这个打击数据 他是DH的话 我觉得很有可能拿下MVP 嗯 对 就是要中等级 对 那如果他今年 没有这样的大差距的话 很难啊 真的很难 尤其他们队上又有一个Mookie Bates 还有Freeman 而且Mookie Bates今天手有几 还手有模有样呢 我怎么记得手套很破 没有没有 算OK啦 不算很破啦 不是 你也要想他这个年纪又在转游击 什么叫他那个年纪他比我小 好 对 好最后 一级老问题 如果大谷能健康打完赛季 并取得好成绩 是不是会放弃二刀流 我老实讲 我觉得一定会有人说 他当传到的就好啦 但是大谷本人 就是要回来二刀流 在努力复健中 最近大家应该有看到他一些 他已经开始练头的一些新闻 嗯 那其实最近也是有一些讨论说 欸 Babe Ruth在转到羊肌之后 对 放弃投球 专职打者 但我觉得这个差别在于 Babe Ruth 其实没有特别喜欢投球 他更喜欢打 他就是那时候说话有分量 打击有成绩 才说啊 我不投球了 我要打击 那大谷翔平本身是想投球的 而且大家都知道Babe Ruth那个时代 是好几十年前快一百年前的时代 那个时候的 投打分工啊 这些东西 是不是像现在分工分得那么细也没有啦 那时候可能 每隔四天 就要上场投一次球 之类的 可能中间只会休三天之类的 对啊 所以 那个时代跟现在这个时代又不能比你 对啊 而且那时代 其实投手 长寿投手 非常非常少 对 好 所以我觉得啦 这在大谷 继续练投之下 会把这个谣言 给稍微破除了 没错 好下一个 准备转大人 的小菜 你是怎样 你是要当兵吗 还是你找到你的杰哥 杰哥不要 这个已经大学时候了 很久了 对 等一下 你大学我不是 好好好 上次看两位主持人列了一个 99% 硬要凑你啊 对 对不起 因为我把小葛 VGJ算进来了 好 OK 列了一个U25大联盟名单 我就想列一个刚好25岁的名单 但发现刚好26岁 根本可以直接单独一对去打大联盟了 所以跟两位主持人分享 好 他的名单 头首 Nick Lodolo 你这么看好 Lodolo还摆第一位 你是不是只是因为亨利是红人迷才这样子阿语他 谢谢你 好 2号是摆George Kirby 我觉得不错 第三个是 Cole Ruggans 王家王牌 对 再来是 Jesus Luzardo Dustin May 你说IAL名单吗 IAL的话看起来这对还蛮豪华的啊 不是我说Dustin May的部分 我知道 对 那最后他摆第六个头首 你是因为Dustin May经常性在IAL才摆他是不是 Havier Asset 这个我不太熟 但前五号是真的实力都不错 对 后援的话他摆了Camelo Dovol 那是巨人的Closer 巨人的Closer 他也是99100在标的 很猛 这个Closer的阵容蛮恶心的 超级恶心 超强 大概十年前把 Kimbrough Janson Champman 放在一起的感觉 很恶 好 打击野手阵容 捕手他放 Ally Rochman 不意外 一类放 Josh Naylor 守护者那位 可以 二类放 Bryson Stott 废城人二类 三类放的是 Josh Young 他二六了 你是说Josh Young 商兵的这个历史 的部分 你说跟Dos Teammate 一起的部分 一起的部分 尤其他放Bow Bichet 嗯 不错 然后外野分别是 Ronald Acuna Jr. Louis Robert Jr. Nolan Jones 是不错 Nolan Jones 今年有点烂 对啦 那Louis Robert 这个天分也是真的很厉害 对 好 DH放有当RVS 好也不意外 我觉得这一组 他列得还不错 那后补的部分 板凳 他也是列了一大长串 好 我快速念过 快速念过 William Contreras Gavin Lux Spencer Steer 你怎么 等一下 小蔡你也放太多 红人队的球员了吧 你根本 谢谢 好 Jeremy Pena Josh Low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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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ce Chishen Jr. Steve Kwon Carrie Carpenter Lars Nubar Brandon Marsh Michael Bosch Michael Bosch 這一群人 其實我覺得 候補的人也還不錯 對啊 蠻猛的 謝謝 燈大狼 謝謝 哪一種燈大狼啊 好好奇喔 好 下一位 整天玩棒球遊戲 偶爾看比賽 基迷 您好 想請問關於20245月30號 楊姬對天使之戰 收頭回二壘被判 妨礙守備的看法 與相關規則 謝謝 那個球是這樣子 因為楊姬那個時候呢 就是 收頭在二壘 然後 我忘記是誰打一個內野高飛球 結果因為收頭他稍微 因為大家一定會知道 會稍微離開壘包一點點 不會一直站在壘包上 然後他就是看到球 要掉下來的時候 他就往回壘 就不小心就是因為擋到了 天使的內野手 就反而擋到之後 就讓那個球變露階 對 他是很明顯 收頭就只是要回壘 他不是刻意就是說 就是去比如說腳踢球啊 或什麼東西也不是 他就只是 他在二壘上 要回去二壘 的時候遇到 OK 是因為這樣子 OK 這個的話我覺得被判 防禦守備有點衰 就是因為 因為收頭不是刻意 比如說 我為了要避免被雙殺的球 讓自己一個人 死一個人保一個人 這樣子 他只是因為真的要回去 然後被我已經擋到 撞到 然後讓人家沒接到球 但確實有妨礙到手臂 對啦 這個的判決 我倒覺得跟當時白襪被 被判一個再見 妨礙手臂那個 好累還手臂那個比較扯 白襪那個比較扯我覺得 OK 好 那我們 這樣子不知道有沒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因為這一題我沒有去看影片做功課 所以 那真的是交給強尼了 對 這個 這個play的話我覺得可以去看一下 那個白襪當時 九下隊精英 打Kimbrough那一局 原本要大逆轉 結果他們跑壘的時候判什麼 好像防禦守備然後出局 再見出局 然後就那場比賽超級氣氛 後來大內蒙說我錯了 還好啦會認錯我覺得不錯 不會啦這個勇於認錯絕不改過吧 OK那我們念完了洛洛場的聽眾信箱 沒錯那我們最後一段要帶來 來我們-我們上單 我們上級 我們上級 hag幻過 谢谢观看